不是资料那网络上下载一下也许你在上面先插入一个什么插入一列 那这一列的话呢也许就是什么呢比如说类鼓这边的话自己在自己再补一下 这个类鼓然后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网址 可以哈 第一列先自己把它 补上去啊再来的话就是说自己在这边列习插入一个新的工作表 利用资料里面的从web去去撈资料从web里面这个实际上里面就是一个IE浏览器 关键就是这个web 这个web table 他录下来就是web table 然后呢放到你的哪个位置 录下来之后呢基本上我们就完成了第1个步骤 所以请各位可以再参考一下我们云端上面的东西 云端上面我有放 就是在 问题6里面的 这个 下载网络然后呢 我是把它放在 程式码里面 程式码里面的话呢我们就是 先下载资料 范例档 范例档之后然后连结到股市资料 然后这边有几个重点 稍微看一下 录制聚齐 录制聚齐的话我给他个名称 比较下载股市股市下载都可以 然后关键就是这个网址 这个网址将来可以变动的 然后呢 再来就是这个 web table的参数 本来是10把它改成9 后面我有多加了几个动作 就是删除 第一列 因为我下载之后我发现 我的那个什么 下载的资料 我还要再把那个第一列给删掉的话 那这个地方我就再多了一个删除第一列 跟 自动调整篮宽的部分 所以基本上我们把它做好了假设我们已经录好了 然后把这边 直接干脆如果最好是自己做一遍 我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把这一段拿来参考 我们叫股市下载好了OK 然后这边 其实就刚刚一样的东西 那只是说我多了一个什么 删除第一列 我把这边再是个注解 我们来看一下执行他一下 OK 那下载下来对 为什么要删除第一列呢 因为第一列这个东西不一样 选 选择 这一列 其实有点多余 所以呢 如果要删除第一列 怎么删除 其实特别注意 如果你将来 不跟着讲 删除第一栏 栏的话呢 他的物件名称叫colors 就是列的话叫ros 那哪一栏的话 你这边可以给他1 1表示 第一栏的意思 后面加一个点delete 意思就是说 把第一栏帮我删掉 OK 那我假设执行这 这个 OK 你会发现 第一栏就删掉了 那再来呢 栏宽 假设说他没有 平均的话 甚至其实好像第六栏 这个l栏也可以删掉 所以如果你要加个l栏的话 你其实你可以这样 你可以这样 可以colors 然后这边的话 那 其实删除第几栏 如果你这样选l 你还在那边算很多的 你觉得麻烦 你还有个方法 这边打个l 印象中这样也可以 我们试一下l栏如果要粘掉的话 也可以 所以呢 所以呢 在那个colors 后面的刮符 你有两种表示方法 一个是 index 数字 一个是名称 有没有发现它跟 许辞的 删除方法 几乎一模一样 所以 row 其实row 如果row本来就是1234 就没有问题 OK 那 自动栏宽调整 那栏宽 A到L栏 全部自动调整栏宽 所以这个地方 A到L栏 如果到K的话 这边可以改成K 或者有时候 甚至 这个刮符里面都没有 这个意思 就说全部 不管了 反正你 我也不算了 反正你全部都帮我自动栏宽调整就好了 这样也可以啦 所以其实有些 VBA程式 常用的这些 物件名称 你就要懂的 最好是可以把它记下来 那你打个Colors AutoFits 就打个A AU 他这边就会出AutoFits 就出来了 的方法 OK 那你这个时候的话 就执行他 他就自动调整 然后 游标放A1 OK本来就A1 所以没有影响 好 这样的话就完成第1阶段 我们把什么 资料 单一个下载下来 单一个 OK 那你当然可以列习啦 除了股市资料之外 外汇资料 可以啦 比如说像 常用的像什么那个 什么台银的 台银的那个 比如说台银的外汇资料 或者你打一个外汇 好像也会是那个 有没有这个 这是应该常常常常用 假如你希望把这一个 台银的这个网页 把它抓下来的话 其实方法一样 OK 甚至你可以 可以自己拉 撈下来之后 再把不要的删掉 或者诸如此类啦 这蛮多可以自己在练习过 好 那我们第1个已经下载下来之后的话 接下来呢 我如果今天希望怎么样 再把它增加一些变化 所以第1个 我们的程式 刚刚这里 第1个 就是 录制聚集 然后web table把它改成9 再来的话呢 我们 如果要变成 批次的话 关键就是在那个网址 所以呢 我们会需要一个清单 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已经帮各位把清单建立好了 所以未来 如果你需要 抓的是很多个 网页的话 你可能就一个类谷名称 一个网址 这个 这个是 自己手动的 这个好像没办法自动 除非你自己功力够 那我是怎么复制呢 就这个嘛 其实就是这一些 这些就是第1栏 那里面的东西按右键 可以把它什么 复制它的 那个什么呢 连结网址 然后贴到哪里呢 贴到它的这边 这个 假设没有 就把它贴上去就对了 这个地方 打勾一下 就这样子 那当然 你想说有没有什么更快的方法 其实也有了 我好像有用了一些方法 更快 比如在这里面的东西 我要全部把它抓下来 我还记得是把这个范围 选起来按右键 这边有个检查 检查之后呢 他这边有一些那个 他的HTML HTML 那个原始码都出来了 那我就把这个原始码 放在 就是 自己在用程式的方式 再把我要的东西 排出我要的结果来 然后 这个可能 哎 就 反正方法很多啦 你可以你自己再想想看 这里面的话 有没有发现 这个这个都可以抓下来 他每一个 TD TR 也就是一个 T 一个 TR指的就是一列的意思啦 TD指的是一个储存格 TD的宽度 高度 还有它里面放的超连结 都有 所以其实你可以把原始码拿来 重新再 转换一下 其实 就有你要的东西啦 只是这个这个规则要怎么做 我想这个 可能就是延伸性的 那我把这些全部都抓下来之后的话 做成类似像这样子 那如果说我今天 希望 再来做个批词 那我的批词 希望第一个 我可以怎么样 就是先把这些类估自动帮我新增一个工作表 有没有类似像这样 里面当然是空的 这个怎么做 我想应该有印象 前面讲过了 所以我们就比较快的方法 批词新增工作表 那我要怎么样批词的新增工作表 其实就是抓什么 第一个当然你就抓那个A栏里面的 第二列开始 往下 侦测 那因为这边有故意的 控一个空白列 因为太多可能 我们会抓的时间太多 那我要抓的A栏里面 所以我可以怎么样 4i 等于第2列 到 6值1 特别注意 6值1指的是他 当然你也可以写成股市 当日行情表的名称 那因为我为了方便 我给他打一个1 从他的A2 到最下面一列 诶 侦测到 那刚好 因为我这边停 就差一个空白列 所以呢 就从第2列 跑到第10列 那做什么呢 先把他的A栏里面的 第2列 因为for i 等于2 所以A2 就是水泥 这个资料 放到哪里呢 放给x 所以x里面就放水泥 接下来的话 我就shift.add 这个应该有印象 After 冒号 shift.com 然后新增 插入一个新的工作表 并且把它重新命名 变成水泥 换下一个 那下一个就食品 以此类推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我先把那个 这个先全部删掉 这个全部先删掉 然后新增的话 我们设个中断点 新增的话 实际上就是 x这边好了 设个中断 那新增的话里面够空的嘛 所以先抓到的是 那个水泥 然后呢 新增工作表的时候 是工作表52 那我就重新命名 成水泥 换下一个 以此类推 就把这些 空的先做出来 OK 这边中断点拿掉好了 OK 好 那再来的话呢 当然不只是这样子 我们第2个阶段是什么 我希望不只是新增里面的工作表 我还希望怎么样 去把他旁边的 这个网址 正变怎么样 抓下来 那这个时候你就想说 那我需要怎么样 把刚刚的那个 录下来的东西 做个变更 那这个变更的方法的话 特别重要 变更的话呢 当然第1个 这边上面其实是 应该不需要宣告 这个是宣告可有可无 那第1个就是call 删除旧的工作表 这个